红通通的重庆火锅以麻辣鲜香文明 被料复杂 在最新的中国大陆职业分类大典中 通过重庆申报的火锅料理师 成为新正式职业项目 所谓的火锅料理师将经过烤照认证 从事锅底 酱料 蘸酱 菜肴准备等 得具有一定的餐饮经营管理能力 对于已在这多年的厨师 是一大专业的肯定 同时拥有标准化的证照 考核 也方便火锅店招募人才时 减少前期培训成本 其实打从2015年 重庆市地方政府 主张火锅料理师 视为地方特色职业 大约六万人获得 重庆地方火锅职业证书 成业规模达到千亿人民币等级 近十多年从火锅品牌 规模化 标准化发展 让火锅料理的工作 更趋专业化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 开启小铃铛